欢迎收听还在听我是容少爷 我是你们的老编 之前我们做了四集金曲奖的马拉松 那个时候想说我们每周更新 让大家听个方便 不要心里有挂着悬念 想说就听了那个女歌手 好想知道男歌手是谁 也是蛮体贴的 结果人真的是不能宠 对 我们这四集做下 当然非常感谢大家 很支持我们这四集的发梦的金曲奖 我们多了很多的新听友 然后很多甚至是台湾以外 海外的听友 非常感谢你们加入我们的节目 收到了非常多的私讯跟留言 敲碗说想要听更多 如果有金曲奖这个发梦企划 我当然懂大家的意思 就希望我们往前面 然后继续倒数这些金曲奖 还是往后啊 还是有人提到往后吗 可是往后已经有金曲奖 往后叫做翻案 翻案的意思就是 直接跟官方对杠 我们不敢 没有那个胆 虽然我们已经是很自由的时代 但是目前没有要做这件事情了 我们尊重官方意见 因为我们是个人意见 对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们本来已经有准备好的计划了 新的 其实我们有新的计划 也是很有趣 要曲目都定好了 功课都在做了 全部都暂时停下来 为了什么 就是要把这个金曲奖马拉松给跑下去 这个计划本来就是我跟老编 我们两个人的发梦企划嘛 所以我们本来想说把它做个两年 我们自己很想要做东西做完就算了 结果没有想到 好了有一些小小的回想 所谓的回想就是 好像听到了蛮多人 对于这几个年份 有非常多的热情 大家发觉到 原来这两年有这么多的好歌 所以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个鼓励 因为让我们觉得 原来还是有很多的听友 他们对于这些80年代以年份为主题的这些歌 我们严选了几首歌出来 好像大家对于我们选择出来的几首歌 算是有一些回应 所以也就让我们觉得 好吧 那我们一次好事做到底 把它做完好了 对 但是谈到一下 真的不在我们的计划之中 如果我们计划是要这样子做的话 那我们一开始应该是先做87 再做86 然后再慢慢逆转回来嘛 对不对 我们这一集我们又要逆回到1983年 这种方式就很奇怪 所以真的 都是回到未来系列电影 我们就是跳要是思考 就想我们就是李树全好不好 对对对 跳来跳去 对我们是炸谋 李树全 小朋友这个人叫李树全 不是李寿全 对对对 两个人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从这一集开始 我们先预告 我们会从1983一直做到1985 就我们会做838485 各两集 都是做上下集 然后也是跟之前一样 会介绍五个奖项 对 连结起上个月介绍的8687 如果有进去讲 就算是十集的礼物 送给大家一起过暑假 但是老编要强调 既然要我们这样的跑马拉松下去 要来帮我们加油打气 不要只有看奥运就忘了还在 对对对 我们也算是回到过去跟岁月赛跑 这也是一种激烈的运动了吧 强调一下 这一个月收到了很多的 这个大家的留言 意见反馈 关于入围这件事情 我觉得一张作品的强项 可能是整体制作 有可能是集中在一首单歌 也有可能是集中在演唱 这个事情上面 所以如果他没有入围歌曲 不代表说他不会入围专辑 也不代表他的专辑不好 反之亦然 入围专辑不代表说 这里面的歌就不值得入围年度歌曲 但我们会有一些取舍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还是希望能够尽量的纳入 比较多的作品 比较多的歌手 尽量把那一年的精彩的局面 展现给大家看 同样 歌手的入围 我们也会参考他整体的生涯 决定哪一年是他真正的高峰 总不能每年都把他讲给他 我们真的不是票选十大偶像 我们就是一个散播欢乐 散播爱的两个伪评审 然后大家应该也会预期说 某某歌或是某某歌手 某某专辑很强 应该要全部奖项都入围 歌曲入围 专辑入围 歌手也入围 我教大家应该有这样子的期待 但是我们总有自己的考量 我们还是希望把更多 更出色的作品 能够分配到更适合的奖项上面去 对对对 其实严格说起来 我觉得这一系列真正的评审 就是大家的岁月跟记忆 所以老编跟少爷 我们真的无意 也不敢冒犯听友们的岁月与记忆 真的每个人当年听歌的角度不同 我们经历了不同的记忆 成长记忆 所以真的诚心欢迎你 与我们分享属于你的十大名单 或者是这些入围歌手的名单 如果你真的跟我们一样 去海选去捞这个名单 你们一定也会有觉得 是不是要想办法让比较多的作品 纳进来的心态 我真的相信听歌的人 真的都是海纳百川的人 对对对 我再说一次就是 我跟老编选出来入围名单 或得奖名单 就是我们两个的名单 很重要吗 真的不是很重要 如果你们自己有自己喜欢的 心目中的入围名单 或是得奖名单 那才是最重要 真的不用太去纠结说 为什么我们选了A没有选B 这就是我跟老编两个人 自己选出来的名单 It doesn't matter OK 对对对 两集的正规级数 都会集中在入围名单 然后我们会把 得奖名单的讨论 还是一样 放在会员级数 我们会在会员级数的时候 可能会再多讲一些 我们最后的评选的 心路历程 是什么 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当然有我们自己 选择的一个规则 例如说 每一年都会有大量的歌手 是第一次出个人专辑 所以在他们 到底是该入围男女歌手 还是入围新人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番考量 如果他已经是真的 满知名的人物 我们可能就不会让他 以新人的姿态 去入围新人奖项 可能会以新人的姿态 去入围男女歌手的奖项 是 这就是为什么 李宗盛 我们是让他 抱男演唱人奖 而不是新人奖 对 然后我们也会考虑 每一张专辑的强项 所以李寿权老师 我们没有让他入围男歌手 歌手 但是他最后是拿了专辑奖 因为他整体制作物的强项 真的是在专辑的表现 而不是他个人歌手的形象 好 最后一点 讲到这个 很多心前须知了 不跟大家坐飞机一样 还是要看一下 要怎么讨身 前面赶快收一收 大家已经按下停止键了 他们已经说 飞机什么时候要飞 对啊 滑行太久了 sorry 我们真的已经尽量在求证 确认出版日期 但是1983到1985 又比8687更古早 出版资讯也更杂乱 如有错误 请大家包涵 我们真的尽了全力了 其实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活化这些老作品 得奖是趣味 入文名单就是我们的推荐歌单 我们还是一样很认真很无耻的在审理这些名单 是的 好 心前须知念完了 那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走进时光花园 这次要穿越到1983年 哇 1983年 对于老编来讲 是我开始比较主动的去接近 去听 甚至去购买流行歌曲录音带的一年 当然是有其原因 我会在等一下歌曲入围的时候告诉大家 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把老编拉到了这个世界里面 其实1983年在台湾的流行音乐来讲 基本上就是1982年流行风潮的延续 赛造高峰 没错 很多1983年的经典作品跟经典歌手 他们都是延续了1982年 他们的声势 潘岳云有一张专辑天天天蓝 1982 对 黄音音有一张专辑只有分离 也是1982 甚至林慧平大家都认为他是1983年大红 也没有错 可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往昔 是在1982年的年底发行的 所以你可以感觉得出来 8283密不可分 而且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1982年的年底除了林慧平发专辑 有一家唱片公司成立了 飞碟唱片 飞碟唱片的发威也就是在1983年 我觉得老编可以说1983年算是华山论剑的一年 各大门派聚集 有名歌 有西洋摇滚的 有老派歌手的转型 新生代偶像 也有很多是从夜市发迹的歌曲 所有人我觉得不是在比胜负 他们是想要在后民歌时代的变局里面 共同找出新方向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介绍年度歌曲的十首入围作品 第一首歌绝对是1983年扛顶级重要的歌曲 《一样的月光》 苏瑞演唱 吴念珍 罗大佑 李寿泉的作品 《这次歌》 《这次歌曲的歌曲》 冥筑 《这次歌曲的歌曲》 室友室 她也有很多是 《这次歌曲的歌曲》 《这次歌曲疏》 刘晟 谁能告诉我 谁能告诉我 是我们改变的世界 还是世界改变的我和你 谁能告诉我 谁能告诉我 是我们改变的世界 还是世界改变的我和你 如果要说是一首歌曲宣誓 而且开启了一个新的世代 我觉得一样的月光 应该就是这样子的作曲 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 我真的感受到是那种 源源不绝的生命力 比方说吴念珍 罗大 又离授权 他们三个人创作出来的词曲 他是一个用一个非常大 一个非常磅礴的摇滚歌曲的框架 然后他歌词里面去解释 去反省时代的变清 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再加上陈志远 他那个编曲 他不管是他的丰富度 或是他的精致度 都有让你听到的那个吉他 电吉他的那个豪迈 那个古典的那个活动的感觉 我觉得他是太精彩 更不用说这首歌苏瑞里面 他的声音表现只能说明 这首歌真的只有他能唱 只有他能够唱得这么好 这真的是一首无可挑剔的经典 没错 无可挑剔的经典 80年代初期 很少整个台湾流行乐坛的是鸣歌 鸣歌这件事情 其实从82年开始就开始走下坡 于是很多各类型的影视歌曲 再度成为了市场主流 一样的月光 它就是一首电影主题曲 搭坐车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在这个电影里面 它是搭配刘瑞琪女主角 他这个努力 要让自己能够站上舞台 成为巨星的一个过程 要同时搭配的是 养育了他一辈子的养父 老兵孙悦 在同时候病倒了 这充满了好莱坞电影的画面 戏剧性十足 而且有一个小彩蛋 大家可以看到何篤林 何篤林 裸身伴舞贴满亮片 非常惊奇的一次登场 但是真正最惊奇的 就是这首歌 我觉得这是一首像闪电一般的 苏瑞像打雷一般的力道 像风一样无仿阻挡的歌声 像暴雨一样过瘾的宣泄 我觉得这么难的一首摇滚歌曲 苏瑞唱的一气呵成 乍听你觉得这首歌 根本就是对他来讲 好像小菜一叠浑然天神 它累积了多少年的本事 才有办法 在这张专寺里面 让你一听就上 我很喜欢这首歌的 两句歌词 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还是世界改变了 我和你 我觉得这真的是 每一代想要冲撞的 每一个世代想要冲撞的 年轻人的共同的行程 一方面想要反抗老世代的一些操控 但是一方面又觉得自己 已经没有办法去摆脱生存的压力 终究还是要回到那个体制里面 这个事情会在每一代创新 跟守旧的过程中不断的在增长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本身 它所具备的代表性是超越世代的 先不管这首歌会得什么奖 或者是会不会得奖 我觉得它就是一首永远的奋亲之歌 艺术成就 本身就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 想一下有趣的事情 这首歌的作词挂的是 吴念珍跟罗大佑 但是大佑哥曾经公开说过 他说他其实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 因为苏蕊是在配唱的时候 唱吴念珍的歌词 觉得有两句唱不顺 所以请罗大佑帮他改一下歌词 因此罗大佑就改了这两句歌词 他就挂上了作词人 所以后来的版税啊 作词的部分是他跟吴念珍平分 那大佑哥就一直觉得很抱歉 因为他其实做的很少 但是赚了很多 但是赚了一些版税啊 我觉得大佑哥太客气了 因为下一首歌 大佑哥的版税 拿的就是心安岭的 不要错 第二首 如果1983年有金曲奖 入围年度歌曲的作品 爱的真言 潘岳云演唱罗大佑的作品 혹练cı了吧 无赌留给我自己 监狸 我将春天付给了你 将冬天留给我自己 爱是没有人能了解的东西 爱是永恒的旋律 爱是幻想泪着飘落的过程 爱曾经是我也是你 我们要说话语歌曲 抒情歌比比解释 写抒情歌唱情歌讲爱情 这件事情真的是一点都不稀奇 但是如果你要一个创作者 要写一首歌叫做爱的真言 我觉得真的是蛮有勇气 很大胆的一件事情 很容易自曝其短 如果你讲得不够好 但是如果你的名字叫做罗大佑 你就绝对能够把这首歌 写得这么的好 罗大佑的词曲 他是用极其温柔的旋律 用许多定义式的语句 去写爱情的本质 他的虚幻 潘月云他演唱的版本 我觉得最能够表现出 这首歌那个脆弱 但是又不顾一切的那个信念 然后就沉沦在很多想象的一首歌曲 因为罗大佑的每一句歌词 都非常有说服力 我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的一句 就是在最后一句歌词 却将自己给了你 你不觉得爱情就是这个样子吗 当你把精神上心理上 你给了对方 这就是爱 这就是爱的真言 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 却将自己给了你 为什么会留下来的只有背影 因为对方已经离开了 也看到的只有背影 但是你很清楚的知道 即使对方离开了 我自己有一部分也消失了 因为我已经把我的自己 已经奉献回名了 有另外一首带了一点福音色彩的一首歌曲 叫做爱的真谛 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词 爱是不嫉妒 我真的觉得爱的真言 唱出了真正深刻的真谛 你爱的真谛这首歌 真的唱出了更深刻的东西 罗大佑写一些愤青的抗议歌曲 很厉害 很厉害 写抒情歌 真的有的时候 我真的也是无人能出奇 没错 刚刚一样的月光是电影主题曲 爱的真言同样也是电影主题曲 它是1983年 林青界导演的电影 台上台下的主题曲 爱的真言这首歌 它其实有个非常有趣的背景故事 它第一次出现在大家的生命中 是在电影中张爱佳演唱了这首歌 这部电影讲的是张爱佳跟张小燕 小燕姐 他们两个人是歌舞团的姐妹 一起打拼 后来就是妹妹有点像是放弃了演艺生涯 决定要嫁人 姐姐就有一点不太谅解 就是她觉得她自己不好看 小燕姐自认为自己不好看 很希望张爱佳这个小妹 能够争气成为大明星 一直牺牲奉献自己 结果妹妹并不领情 配合上了爱的真言这首歌 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 却将自己给了你 我的天啊 我真的去电影院看过这部电影 太催泪了 催泪到死啊 不过这首歌真正最有趣的背景是 其实大家知道吗 在1983年除了有张爱佳在电影里面演唱的版本 有罗大佑自己在专辑里面演唱的版本 以及潘岳云收录在无言的歌 这张专辑里面的版本 大家印象最深刻之外 其实邓丽君也唱过这首歌 只是背景是这个样子 罗大佑那个时候 1982年成为了风云人物之后 很多大牌歌手都要跟罗大佑邀歌 邓丽君那个时候呢 非常努力的要重回日本市场 为什么要重回日本市场 我们别的入围作品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讲 他就跟罗大佑邀歌 他说他想要邀一个曲 放在他的日文专辑里面 于是罗大佑就把写好的 《爱的真言》这首歌的曲 给了邓丽君 邓丽君呢 找人填了日语歌词 收录在他1983年的 日文专辑《旅人》当中 歌名叫做《白色孤婷花》 两个月后 罗大佑自己演唱的版本才发行 再隔了四个月 潘岳云演唱的版本才发行 所以严格说起来 第一个唱到《爱的真言》这首歌的人 是邓丽君 大家唱的是日文版 你看多有趣 一首好听的歌 大家都要抢 大家都想唱 非常精彩 简单 动人的《爱的真言》 除了电影歌曲之外 1983年 电视连续剧的影响力 也是超级的大 接下来这首歌 就是纵横了1983年 非常重要的 一首八点档连续剧主题曲 第三首入围的作品 星星之我行 蔡信娟演唱 杨英明 李子恒的作品 星星星 星星一抓眼 人间数是寒数 转眼 相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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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片 宿舍水月的月面 神秘的尽头 故事清明 我把切切的思念 尽管星光的复原 希望你一直帮我情愿 1983年 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婴儿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我对于这一首歌曲 我真的是有记忆的 你就知道这一部连续剧 跟这首歌 有多么大的影响力 这应该是当年 最受欢迎的电视剧吧 而且让多少人 流下了不少眼泪 这首主题歌应该也就是 伴随着连续剧的感染力 真的是推送到了 当时全台湾观众的心底 这也真的是一首很好听的歌 李子恒的曲啊 每一个段落的旋律的感染力 都非常的完整 而且它是层层堆叠 堆叠起一个高潮的 然后旋律非常的优美 我们东方小云确是蔡信娟 她的甜嗓唱起来 我觉得感觉特别揪心 我每次听这一首歌 我就会想到 我小时候对这首歌的印象 然后也会想到 吴敬贤那个苦命脸 就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你就知道这首歌 有多么的成功啊 非常成功 所以它是伴随着吸奶嘴 共同进入了你的童年记忆 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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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老编已经是 快要升国中了 跟大家报告 我因为心心之我心 成为了追星族 我这辈子大概就怎么 就只有这么一次吧 我完全 你就是吴敬贤吗 所有人 就是吴敬贤 以及那五个小孩 秀秀东东 弯弯 腿腿 冰冰 每个都爱得要死 你知道吗 我还特别去 还是小学生嘛 拜六下课 我们那种礼拜六 早上还要上课 我坐了公车 一个人 坐了很远很远的公车 坐到台式 为什么 我要去台式买 心心之我心的画册 那时候就有画册天哪 对出画册 因为那个戏太红了 那个戏 心心之我心 红的程度是 它是第一次 把所谓收视率 这件事情 丢到了台面上来讲 为什么重要 1983年的8月到10月 这段期间 每个礼拜一 到礼拜五的8点 有一个说法 全台湾的大街小巷 都没有人烟 商店都会拉下门来 百货公司 也没有人在逛 为什么 全台湾都只听得到 一个声音 就是蔡幸娟演唱 心心之我心的声音 对 我不知道中士跟华士 那个时候推出来 是什么连续剧 反正都很倒霉 因为真的 没有什么人在看 大家都在看 心心之我心 都在听这一首歌 心心之我心讲的是 底层人物 挣扎的人生 一个生病的母亲 要在她临终之前 把五个小孩 送养到五个不同的家庭 我的天啊 光是这个人物设定 就已经 就已经超级催泪了 好不好 对对对 而且很完整了 古秋小女士 真的很辛苦 对 你还记得 古秋小女士 对对对对 没有错 李子恒老师 如果你是 如果听友是小虎队 或者是吴奇隆的歌迷的话 其实你应该会在 这些团体跟歌手的 这个作品中 常常看到李子恒的名字 我觉得这首歌 能够流传 不单只是 连续剧收视率高 因为你仔细去听这首歌 这是讲一首 对于已逝的人的怀念 这种人是已非 但依然想念的情感 我觉得 才是永远打动人的重点 素食汗属相云言 我也觉得 1983到2024 再听到这首歌 你还是对于这首歌 传达出的真挚的情感 还有蔡幸娟 当时候蔡幸娟的演唱方式 相对于他后来在飞碟时期 我觉得还是更稚嫩一点 更直率 很真诚的在演唱这首 1983年 我曾经说过 我人生中第一次自己 存零用钱去买的录音带 就是蔡幸娟 毕竟我是当年的追星主 就是哪里有心知我心 就会有老编的存在 当时候蔡幸娟还没有迁入飞碟 大家会不会好奇 飞碟草创时期的歌手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 一样的月光的苏瑞 还有谁呢 还有这一位 他对于飞碟草创时期 非常重要 第四首 如果1983年有金曲奖 入围年度歌曲的作品 猜猜我是谁 陶大为演唱自己的作品 给我荣誓我 给我荣誓我富贵 我无所谓 争取名义的位 从来不会 只要平安幸福 与我相处 你 看着我是谁 我们是一群快乐的小人物 生活过得舒舒服服 记着我没牵开 阳光也没牵开 我追点不险 我们是一群快乐的小人物 认识过得忙忙碌碌碌 把快乐分享大家 有困难互相帮助 把爱心散过打着礼物 陶大为可是飞碟的开山祖师爷 因为飞碟的创业之作 就是陶大为的专辑 我觉得不同的音乐人 他们在做音乐的时候 他们都会重视是用什么样子的重点 然后给不一样的观众 所以就是为什么很多情歌 很容易被创造了出来 因为情歌本来就是一个 很容易达成同理心 达成共感一个主题 对 但是我觉得陶大为 这个音乐人 他不一样 我觉得他做音乐 他看重的是趣味这件事情 看重的是儿童观众 儿童听众 他对于儿童 有一个满满的爱与关怀 常常能够在他的音乐里面 感受到一些童真 感到一些真诚的一个感觉 尤其是展现在 他在飞碟的这两张专辑 特别明显 这首《猜猜我是谁》 也就是一个 能够感受到他的同趣 他的玩心的一首歌曲 你看嘛 A段 他用评句唱腔 演唱出来就非常的不一样了 然后到副歌 他那个欢快 听这首歌 你能够感觉到是一个 很惊喜的 他绝对不是市场上面 常常听到一个流行歌的 一个风格 你只要一听这首歌 就会被他的有趣 而立刻打开你的耳朵 陶大伟那一年在飞碟 还不只发一张专辑 他真的是发了两张专辑 两张 年初的时候发了 嘎嘎乌拉拉 卖得非常好 今天我们介绍的这首入围作 《猜猜我是谁》 是他在夏天发的叫做 《1983夏季专辑放暑假专辑》 很明显 这张专辑的目的就是要陪小朋友 放暑假 绝对不是陪老师 一定是陪小朋友 放暑假 陶叔叔的歌 就你刚刚讲 都有很明确的同趣 他之前在滚石 也发过跟孙岳叔叔 合唱的《朋友歌》 或者是嘎嘎乌拉拉 里面的《生龙火虎打冲锋》 在电影歌曲的专题 也曾经介绍过 老实说 都不是很震惊的歌 但是不震惊 这是赞美 陶叔叔 唐大伟一直有一种 带着挖苦的美式幽默感 但是他又可以透过 这种很洗脑的音乐旋律 带来正能量 这首歌 刚好其实主旨还是要讲 知足常乐这一件事情 但是他的包装实在是太有创意了 他把金剧的唱腔 跟流行歌曲的旋律 结合在一起 其实陶叔叔 大家仔细去听他唱金剧的部分 也是有一种玩闹的成分 对对对对对 这种玩音乐的趣味 我觉得替阿林于晨庆 甚至是在十年之后的 他自己的儿子陶哲 或者是2000年后的周杰伦 甚至是我们现在介绍节目的2024年的黄轩 拍了先例 对大家最近如果有看黄轩的表演的话 非常精彩 他们对音乐也都有这种玩心 我觉得陶大伟敲开了一扇门 让大家知道 音乐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可能性 这首歌跟生龙活虎打中风一样 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时代意义的作品 刚刚我们讲到菲杰入围的另外一首 《一样的月光》 跟这首《猜猜我是谁》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 他刚好是在那个年代 面对这个社会环境的两种心态 一样的月光 他讲的是不安不甘心 猜猜我是谁讲的是什么 我不用去跟人家抢什么了 我就笑笑的过日子 老实说即使到了当代 我们是不是大部分在生存的时候 都是在这两种情绪中间寻找平衡点 有的时候你会不甘困惑 有的时候你懒得计较 我觉得这两首歌 刚好可以摆在这个入围名单里面 非常有趣 接下来我们常常说 我们这个本节目 对于这个金童玉女歌手 带了偶像型的这个歌手 我们都有一份重要的使命感 我们想把他们好的作品给介绍出来 但是绝对不只是因为我们想要支持他们 也是因为这些歌曲 真的很有时代的代表性 没有错 第五首就是一个摇滚金童 算是他的出道作品 是 第五首如果1983年有金曲奖 年度歌曲的入围作品 正面冲突 演唱者李亚明 此曲梁洪志 就当作你我是末路 就快加进你的速度 忘记我一切好处 别再有整眼冲突 不要忘记说太会的因素 无人同步 各走各地道路 你不让步 我不让步 就这样 成了迷迷糊糊的结束 这是一首一听就知道 诉求是什么的摇滚歌 这首歌要展现个性 这首歌要展现桀骜不循 梁洪志 我觉得他真的不止写情歌很厉害 他写这种酷敬的男人歌也绝对不含糊 而且用这首歌就把李亚明 这个新人的特色 跟他的卖点表现出来 他很酷 他很帅 他很野 这三个形容词来形容这首歌 跟形容李亚明 真的绝对是合拍的 你看即使是这么硬派的诉求 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 还是有一些很平衡的地方 我很喜欢他的合音 我也很喜欢他用木吉他 来制造一个跟这首歌的硬派 带来一些比较软性的感觉 而且李亚明他很个性化的演唱 也非常的棒 这真的是一首好出色的摇滚作品 讲一下 这家唱片的发行公司叫做拍谱唱片 其实在我们讲到 83年到85年的作品的时候 当然会有飞碟跟滚石 但是有一些 后来已经不存在的唱片公司 在当年 其实也是蛮呼风唤雨的 拍谱唱片算是其中一家 蛮重要的唱片公司 我们等一下会介绍到他们出版的其他作品 你刚刚讲到梁洪志老师 我觉得1983年真的是梁老师 创作能量大爆发的一年 我觉得他跟罗大佑都算是当年 年度词曲创作者 如果有个什么MVP 这两个应该要并列吧 太厉害了 情歌胜手 写出这么好听的原创摇滚歌曲 超强 养民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个时候的专辑封面 Oh my God 有够年轻 而且还在重机上面 对不对 对 其实他这个造型 也不退流行 对啊 他歌声里面呐 呈现那种 有点火爆浪子的感觉 对啊 好像有点在呛 但是 其实他的本质 实在在对爱人喊话 因为他们现在两个人怎样 都不愿意让步 都觉得自己很有道理 那怎么办 该怎么收场 感觉除了分手之外 没有第二条路 可以走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拍谱唱片 跟梁洪志 帮李昂明打造了一个 有点像是台湾的 大卫包音 对对对 那个造型 有一个摇滚旁克的造型 但又有时尚感 除了你刚刚讲的裤之外 我觉得也是有点调皮的感觉 还是有 还是有那个 男孩子调皮的感觉 我非常喜欢这首歌 我觉得是那年 很有代表性的一首 原创摇滚歌曲 非常好听 接下来第六首 入围年度歌曲的作品 要换到了一位玉女 如果说1983年 有所谓的玉女宝座的话 坐在那个宝座上的 我想只有她了吧 第六首入围作品 戒痕 林慧萍演唱 洪光达 韩正浩的作品 红然我还有千言万语 就怕心没开口 而泪先流 啊 这美丽的作品 啊 这美丽的痕迹 它曾掏住我的手 啊 这美丽的痕迹 啊 这美丽的痕迹 不再掏住我的手 却依然在心中 却依然在心中 这美丽之后那个楚楚可怜 你知道这种楚楚可怜 肯定让很多的男性粉丝很想去保护她 这首歌就成功了 而且我很喜欢这首歌的那个副歌 哈哈哈哈 我这次就不模仿了 我只能念出来 我觉得慧萍她的气息轻重 男女的非常好听 非常好听 1982年年底 平地一声雷 往昔这张专辑 一直卖到了1983年的年 年底都还在卖 但是她同时又发了戒衡这张专辑 所以那个时候的排行榜 无论你相不相信 那个时候排行榜的公信力 但是在所有的排行榜上面 往昔跟戒衡 都是在前几名的作品 第一张专辑还在卖 第二张专辑又继续大卖 好可怕的一个孕 在那一年几乎吃下了 年轻女偶像 跟凤飞飞所代表的市场 好厉害的初级 戒衡跟往昔一样 是讲这个情感的迷往 这故事很残忍 我觉得当年的孕女歌手 都没什么好日子过 会凭去参加旧爱的婚礼 看人家结婚就算了 又看着自己手上 原本带的定情戒 还是什么定婚戒的手指 现在只留下戒痕 被爆炸了 太惨了 新娘不是我的 有够惨 有戒痕代表是 有一定的时间 对不对 可能两个人已经相知相许了 可能五六年十年了 老娘的青春岁月都给你了 最后还要把戒指还给你 为什么 你要套在别人的手上 真的很想骂脏话 但是慧萍很有气质 他不骂脏话 他用歌来骂你 哈哈哈哈 你不是说不要模仿吗 但你模仿很好 我觉得不错不错 有那个玉女腔啦 我总觉得你好像在等待我模仿 还是有有有 你有感受到我的期待 好 1983年 讲到慧萍 1983年是偶像歌手 大爆发的一年 很多偶像歌手 都是在那一年出道 但是慧萍靠了这首 有气质的控诉情歌 站稳了地位 跟他的师姐金瑞瑶一样 替这个所属的歌龄唱片 赚得薄薄薄 小编插播一下 其实金瑞瑶在那一年 也有一首非常大红的歌曲 叫做 岁月的眼睛 对 有听友曾经提醒过 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 因为我曾经讲过 说这个林慧萍出道之后 把瑶瑶姐给提下来 对对 有人就很不开心 他就说 我告诉你 瑶瑶姐在83年 还有岁月的眼睛 后来还要什么 好想你 对对对 我真的要跟这个位置 可能是瑶瑶姐歌迷 来讲一下 你讲的完全没有错 我绝对不是说 瑶瑶姐就再也不红 或者是一败涂地 没有那个意思 我只是说 如果说 真的有个宝座 上面写的是 玉女掌门人的宝座的话 在1983年 瑶瑶姐真的是 平起下来 对对对 她可能坐在旁边 一点点的位置 她坐在旁边 她可能屁股 还有一点 粘在那个宝座上 但真的 坐得比较稳的是慧萍 但绝对的 绝对的 《岁月的眼睛》那首歌 在1983年也很红 但是也先跟大家讲 这首歌不会入围 我们的年度歌曲 因为 它其实是一首 西洋歌曲的改编 90%的部分 都是那首西洋歌曲 所以它就不太符合 我们鼓励原创歌曲了 我们支持原创 对对对对 好请大家见谅 瑶瑶姐歌迷 请见谅 瑶瑶姐 再来有铃骂我们咯 谢谢 我们对对对 好感谢你好 戒衡的作曲人 韩正浩老师 其实我们之前介绍过 韩正浩老师的作品 这个银匣的单身贵族 玉女玉三家的第一代的 玉女之音银匣 也唱过韩正浩老师的作品 韩正浩老师后来去做了很多广告歌曲 有一首叫做这个爱干口服役 这个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 爱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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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关里在口 对对对 就是韩正浩老师的作品 韩正浩老师当年在这个商业市场上 非常成功 除了这一首戒痕之外 还有另外一首歌曲 也是我们的入围作品 韩正浩老师那名也是大发工 第七首入围年度歌曲的作品 回演唱者李树全 连水秒韩正浩的作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树全 这首回跟刚刚我们介绍的李雅明的正面冲突 都算是摇滚系的情歌 当然你可以说正面冲突更摇滚一点 但是对我来说 这两首歌是完全不同方向的摇滚歌 对 你可以说正面冲突它是比较酷劲的 比较酷帅的 它是比较偏稳重的那样子的摇滚歌 但是这首回就是完全相反的方向 这首歌是弹跳的 是浮动的 是不稳的 是难以预测的 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 你真的不知道这首歌它会怎么走 然后走到哪个方向去 我觉得这就是这首歌最大的魅力 再加上李树全他的演唱方式 他有一派的摇滚歌手 就是他就是走比较强烈的神经质的那一挂的 听他们唱歌 你常会觉得说 你还好吗 这位先生 好像你精神状况不是很好 但是就是这一种难以掌握 难以捉摸 以及那种不安定的神经质 真的就是这一首歌最棒 最有特色的部分 我们常常在介绍 所谓的发梦进去讲 是会提到年轻人的国歌 我们说一场游戏一场梦 跟我还年轻 都算是当年的年轻人的国歌 我个人 因为我那个时候也是个年轻孩子 如果说1983年 要选这种年轻人的国歌的话 老编可能还不会选一样的月光 我会选回哦 因为我觉得回这首歌 相对于一样的月光 我觉得它比较不沉重 他们有对于这个心电系上的月光 有这么多城乡差距的感受 他讲的就是一个 一个年轻人的心情 他歌词里面写了 有一些声音在我的胸怀 好爱好爱真的是 但他一开始唱枪就是这样 有点压抑的 压在那边的声音 你刚害我那个陶叔叔的 那个香音都出来了 就好 唱得活哦 有那种穿剧变脸的感觉 不知道何时才能向你说句话 因为那声音在我的胸怀 憋了很久 这也是一首抒情歌 也是在表达情感 可能是对女孩子 或者是对自己喜欢人家 表达这个情感 其实我歌基本上 韩正浩老师写的 还是一个抒情的曲式 对我来讲 但是李树权完全没有唱成了那么一回事 李树权的英文名字叫David David Lee 回来台湾发片之前 他在美国就发过了英文专辑 对 他1983年回来 发的这张专辑 其实只有两首国语 其他都是他自己创作的英文歌曲 但是无论是另外一首抒情歌无法停止 还是他那些英文歌曲的知名度跟传上度 其实都远远比不上回这首歌 我觉得他自己本身也是音乐创作人 我觉得他特别加重了这个副歌的节拍 配合他这种标准美式的流行摇滚的唱将 还带了一些挑逗的随性 我觉得这种挑逗 真的是非常对年轻人的胃口 年轻人就是要听这么震惊八百的歌 就是希望你要来刺激我的感官 他真的是1983年年轻人的国歌 非常洋派的一首歌 接下来这首歌呢 他一点都不洋派 因为他是典型的本土派 没错很local 很local 他是当年如果有这个什么夜市盗版的排行榜的话 他应该是第一名 他绝对是那年你逛夜市一定会听到的歌 应该是夜市的国歌吧 这是一首台语歌曲 第八首入围 如果1983年有金曲奖年度歌曲的作品 老编要来念台语了 我好紧张 我好紧张 我这个我这个练了一段 有练过 好 走尊人的孙琴笑 陈一郎演唱林海的作品 第八首歌曲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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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念错了 算了 我不跟你计较了 来来来 你念一遍 你念一遍了 怕尊人的孙间客 大家记住 这才是正确正港台语念法 高雄强 这首歌真的代表了 80年代的台语男人歌的一个主流路线 一个平凡的男性蓝领工作者 在爱情里面的孤单 这首歌其实它的旋律是不复杂的 但是它有非常优美的异扬顿挫 而且当中有陈一郎 它那个非常有亮度很有磁性的嗓音 整个感染力非常强 一听就知道 这一个怕尊人 它的纯情 还有它的失落 等到我长大后来 我再重听这首歌 其实我真的觉得 这首歌的歌词写得真好 它的前四句 你看这28个字 它把时间 它把地点 它把场景 它把画面 它把心境 全部写了出来 而且没有任何很煽情的文字 我觉得写得真是太棒了 而且它后面的歌词也在前后呼应 而且有时间的演进 有时间的脉络 还有对自己的鼓励 对自己的期待 对自己的希望 我非常喜欢 而且这首男人歌真的太红了 你知道红到你说得出来的台语天后 全部都翻唱过 江慧 陈银杰 陈晓云 黄以林 全部都唱过 这绝对是80年代的代表的台语男人歌景点 老编说过 我不是在台语为母语的家庭长大的小孩 可是我对这首歌曲的印象 实在是太深刻了 因为那个时候 大概我那个年代 所有的工地里面 做工的朋友们 他们在松一季里面都会来播 陈一郎的歌 就知道这首歌的影响力有多大 我讲一下这首歌的国语歌名好了 因为我怕有些朋友也听不懂台语 行传人的纯情曲 讲的是陶海人的故事 我觉得就你刚刚讲的他前面那几句 他在中秋节8月15是中秋节 对 他在中秋节还要出航 还要上工 就代表什么 陶海人没有假期 只有分淡季跟旺季 如果是旺季的时候 还是得要出海 他们只是为了生存 我觉得他把这个陶海人的心情 两句话 你就知道了 他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状况 其实那几年 洪荣洪 沈文成 陈一郎 他们完全靠歌曲的传唱 在夜市那些盗版 盗版厂商真的是 每个都卖得下下 叫很好赚 也许歌手没有拿到板碎 但是每一个歌手的知名度都打开了 爱看综艺节目的人应该都知道 陈一郎 在这个综艺节目里面 有一个他的角色叫做马尔寇成 马尔寇成 对 教英文 用他这个台式的方式来教大家念英文 这个很有趣的是我去查他的这个个人资料里面 我才发现说 他虽然是这个渔业世家 的这个长大的小孩 但是他的体质是晕船的 很讽刺 渔业世家的小孩 但是他是晕船的体质 他不能够出海 他没办法上船 所以他是去做黑手 做这个修理这个摩托车 脚下车的黑手 但是因为他有一副好歌喉 所以还是被发掘了出来了 陶海人要看海的脸色 吃饭 气象预报很重要 急急浪 你能不能出海 接下来这首歌 讲的就是对大海的控诉 我们真的很会排 有关联 船一定要行在大海上 这是一首迷幻摇滚 非常好听的作品 第九首入围年度歌曲的作品 海洋之歌 陈淑华演唱小轩谭建长的作品 海洋 正常在古老笔记 海洋之歌 海洋 却用战性的节奏当歌 各自重复着 尽能遗忘的誓言 海洋 是你流不停的泪水 海风 谭建长跟小轩的合作 他们除了有一条非常明确的古典小调的路线之外 他们其实有一条就是很西化的心境曲风 也是这个夫妻党他们的创作当中 不时会丢出来让人家很惊艳的一个路线 海洋之歌就是新潮到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的 1983年就有这么新潮的作品 这个迷幻摇滚的曲风真的 无论何时听就会觉得它好时髦 好现代感 还有副歌旋律啊 还有陈淑华那个很漂亮的 去控制它的音量的大小跟高低起伏 真的就有如一波一波的海浪袭来 我觉得这一首歌你听了就会有对大海的想象 是一首想象力非常明确的一首作品 我觉得这就是这首歌最迷人的地方 新跟旧的结合 就是它把一些传统的歌词里面的元素 对于这个大海控诉 什么叫做海枯石烂 明明都是情侣们遗忘的誓言 海浪用崭新的节奏 伴和海洋唱的古老的情歌 韩正常老师用这个迷幻摇滚的感觉 我觉得塑造了一个 我这样子说好了 我觉得是陈淑华在进入滚石之前 我觉得最棒的一首 没错同意同意 淑华自己 我觉得他对这首歌也是相当的骄傲 对 他非常骄傲的能够唱到这首 对他提过他很喜欢这首歌 对这真的是一首好歌 当年这个陈淑华在这个谭建长的打造之下 本来只是一个很会唱歌的小女孩 成为了一个流行巨星 先唱了星光满天的舞曲感觉的作品 在1983年然后又唱了海洋之歌 这样子摇滚感觉的作品 我觉得非常惊艳 我自己本身也是淑华的歌迷 我觉得我就是在1983年被圈粉 正式的成为了陈淑华的歌迷 这首歌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 在这个淑华的生涯中 我觉得不能被忽略 尤其是很多人可能接触陈淑华歌曲 都是来自于滚石时期 很推荐大家来完整的欣赏一下这首歌曲 气候多变的这个1983年 歌里面充满了各种气象预报了 除了提醒陶海人 海洋很不定之外 接下来这首歌是要提醒你 要下大雨了 即使这首歌的歌名是小雨 第十首也是最后一首入围 如果1983年有金曲奖 年度歌曲的作品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正宜演唱小虫的作品 哭哭的这一杯酒 淡淡的没有滋味 你悄悄的就这样走 一句话都没有说 我到底是哪里做错 让你如此对待我 你悄悄的离开我 可知我心已被你带走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代表我流不出的眼泪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这首歌集结了三个新人 第一次的力量 包括了从民歌进入流行乐坛的 新界女歌手正宜的第一张流行专辑 还有第一次单纲全专辑制作的李宗盛 还有第一次发表创作的小虫 他们三个人撞击出这么华丽澎湃 又让人家眼睛一亮的流行大作 还要再提到就是陈志远 他那个交响乐跟管乐交织 超好听的剑奏 这一首歌毫无冷场 这是好多大师人物的大集合 其实光是这一点 这首歌有没有名都不重要 光是这一点我觉得就可以入围了 因为事实上他是通吃了普罗大众跟文青市场 他把那个原本抱着乐琴 民歌正宜 转换成了撑着雨伞的OL 很有画面 真的很有画面 很有画面 整首词曲演唱都是浓跟淡的对照 那个浓就是那个苦的感觉 淡就是苦苦的这一杯酒 他淡淡的喝起来没有滋味 怎么可能 因为他心里比那个酒还苦 浓与淡的交错跟对照 本身就非常的精彩 一样的月光 我们刚提到的第一首歌曲 如果是对社会迅速改变 提出了抗议的话 小雨来的正式时候 是对爱情的说变就变 提出了抗议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1983年同时有一样的月光 跟小雨来的正式时候 他们同时出现 也对于1983年的这个流星乐坛 定下了一个基调 大家在讨论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变 这是一个冲板变局的时代 到底在后民歌时代 我一直强调后民歌时代 到底流行音乐要变成什么样子 到底歌手该变成什么样子 大家都在寻找这个答案 强调一下 正宜的这张专辑 也是在拍谱唱片发行 跟刚刚的李亚敏一样 接下来 我们就立刻进行到 如果1983年 有金曲奖 最佳女歌手的入围 我们这次一样增额到了七位 这七位 没有一位能够被忽略 都太强了 第一位入围的女歌手 就是演唱 小雨来的正式时候的 正宜 我们在正宜的第一张专辑里面 我们真的听到一个新的流行女生 她的威力 她的潜力 跟她的魅力 这是一个很有空间感的声音 因为正宜的声音 它不是像是在你的耳边唱歌的感觉 我觉得每次听她的声音 就像是 她是站在一个房间的中心 然后来唱歌 那个声音是扩散到你的耳朵里面去 这张专辑里面 她唱大炮情歌 有非常能够植入人心的那个爽度 她唱抒情歌 真的有那个不绵腻的缠绵 而且这张专辑里面的歌 我觉得都是能够让她的声音 发挥到最好的这些作品 我们可以说正宜 她跨界到了流行乐台 这真的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初级 也是一次让人家非常难忘的声音的演出 没有错 我完全认同你刚刚讲的事情 通常老编在介绍 女歌手入围的时候会来一些 一定会来一个评语 对 类比 我们现在 这次又有了啦 不好意思 就是请大家要容忍一下 老编这个人对于音乐 常常会有很多的想象 我这一次呢 要用七种不同的珠宝 珠宝 哎呦 哦 OK 珠宝 真的更贵气了 我们不讲食物啊 我们讲这个昂贵一点的奢侈品啊 我们不讲必需品 我们讲奢侈品 用珠宝来形容这七位歌手啊 在这些专辑里面给我的感觉 我觉得正宜在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这张专辑里面给我的感觉 很像是 情人的手链 男女的对练 但是呢 不是金的 是银式 因为那个年代的年轻人 不爱金事 显老气 觉得银式 年轻有气质 不过也的确是如此 当时候的确是如此 巴黎年代那个时候 其实很流行 情人对练这件事情 小男女朋友都会做这件事情 可能买比较便宜一点 但是套在对方的手上 这张专辑其实 整体来讲 我就是在讲一件事情 叫做青春恋情的结束 是 其实这个专辑里面 有一些轻快的歌 也有一些悲伤的歌 但是正宜的声音就是如此的 刺入人心 它的声音高 又有一个广度 它完全的深入了你的人心 但是它歌声中的温度 又蒸发了 歌曲里面 可能有的痛苦的感觉 你留下来的就是一个唱快 无论它是唱哪一类型的情歌 都会让我有这样子的感觉 我觉得正宜 从名歌转型到流行歌手 老实说我觉得 我没有见过一个 可以转换的 像他如此成功的一个例子 因为很多歌手 他是一张又一张的 慢慢在转换 对 他一张就转了 对 蔡琴 蔡琴是慢慢转型 但是我觉得正宜就是 一转就成功 一转唱腔就改变 当然跟李宗盛的合作 这个绝对是要记上一笔 李大师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功率了 我觉得这张专辑在当年 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说回 李树权的回是年轻人的国歌的话 我觉得年轻人的专辑 就是所谓年轻人 会排在第一名 属于年轻世代的专辑 就是小雨来的正式时候这张专辑 是 对 第二位入围 如果1983年 有进去讲最佳女歌手的 很多人应该在等待她的名单 如果她不在这个名单里出现 我想我们节目应该会被抗议到死 悠悠 当然会有她 她很重要 成绩非常好的作品 第二位入围的女歌手 黄音音专辑 天使之恋 眼里充满了惊奇 仿佛只是一个你 天你微笑多迷离 伴我自去飞向天际 你可知道我旅行 你可知道我旅行 多时宜 多温馨 难忘记 难忘记 黄音音在《宝丽金》唱片时期 我个人觉得是她声音最漂亮的时候 她是很激情的一首歌 还有一些像是很温馨可爱的漫长的等待 还有我个人很喜欢的温暖坚定的情重 我觉得黄音音在这张专辑 不仅只是形象高冷 而且每一首歌她都唱得非常的高雅 黄音音姐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有提到 其实她在1983年的成功是延续了她1982年的 只有分离 我也真的必须说 《天使之恋》这张专辑整体的质感 是又更往前进了一步 是 同意 我觉得黄音音姐更清楚知道她的形象就该往这边走 不怕走得太前面 只怕走得不够快 我觉得真的就是这个感觉 如果我要用一种珠宝来形容黄音姐在天使之恋给我的感觉的话 我会用珍珠来形容黄音姐给我的感觉 优雅就是珍珠给大家的第一个感觉 但不止于如此 《天使之恋》里面的音音姐是凄美的 遥远的 神秘的 就你刚刚讲的 她是女神 我的感觉是她是从海底诞生往天空飞去的女神 珍珠其实是半壳的痛苦 她对于她自己受伤的时候 她要分泌物质来愈合她的伤口 是愈合伤口的副产品 我觉得非常完美的可以形容音音姐在这张专辑里的歌声 她虽然是遥远的是凄美的 但她同时也在愈合很多感情上的伤口 我觉得这张专辑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只是她的销售量也很惊人 除了林慧萍有两张专辑在排行榜上之外 英姐那个时候也是一样 只有分离跟天使之连 有一段时间也是同时在榜上 你知道销售量有多么的惊人 接下来我们介绍的这第三位入围的女歌手 她当然也是一种珠宝 但是某个程度上来讲 我觉得她跟英姐一样 都是一个女神级的人物 是 第三位如果1983年有金曲奖 最佳女歌手入围 奇遇 你是我所有的回忆 雨在风中 风在雨里 你的影子在我脑海摇曳 雨下不听风 风吹不断雨 风吹雨天 让回不去想念的你 看笑与摇曳 看不到你的身影 听微风吹雨天 听不到你的身影 眼睛不看 耳朵不听 你是我所有的回忆 这张专辑你是我所有的回忆 我突然发现你的语气整个就好像到了深山里面 对 我刚刚点了我们的香氛蜡烛 是的 是的 对 因为这张专辑真的是你在听之前要先做好准备 它不像其他的流行专辑 你可以一边听 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扫地啊 或是打开冰箱拿饮料啊 倒水啊 你还可以感受到这一首歌蛮好听的 但是这张专辑也是我所有的回忆 不行 你必须要心很安静 可能手也要很干净 可能要点一些现香啊 或是香氛蜡烛来听这张专辑 嗯 因为李太祥他做的每一首歌都需要专注力 去体会那个古典的旋律 还有新诗的歌词 交织出来的艺术的美感 这种艺术的气质真的只有奇遇 他那个气场跟他的美声可以去完美的表达 我觉得这张专辑就是只有奇遇能唱 只属于他的声音的一张专辑 只能用绝美这两个字来形容的作品 如果要用一种珠宝来形容奇遇在 你是我所有的回忆里面这个声音表现的话 我会用琥珀来形容 有没有觉得超级适合的 我很难想象有什么其他的女歌手 可以把琥珀带得像奇遇这么适合 方济为吗 那个是天珠啦 对不起 方济为带的可能会比较有那个民俗信仰的感觉 但我觉得奇遇带的感觉 你知道就是书卷器 对不对 我觉得可以用这三个字来形容 琥珀其实就是树脂的化石 它是像水晶一样 颜色很漂亮 透明的黄色的那个感觉 它是树的眼泪 它是生命的回忆 这种古典优美好像在雾气里面听歌 有诗人的感觉 其实就是奇遇长久以来 其实从他唱橄榄树 祝福 一直到你是我所有的回忆 我觉得我们就是一次一次 在他跟这个李太祥合作的作品中 跟声音有了奇遇 一次很奇特的相遇 很会 很会很会 这首歌哈 在这个这么优美的情境之中 讲一个有趣一点的这个冷知识 你是我所有的回忆 在发行的时候 词曲的挂名都是李太祥 对 但其实歌词不是李太祥的 不是 对 是谁写的呢 作词人叫做侯德剑 侯德剑 那个时候做了一件很有创举的事情 就是他就直接投奔到了对岸去了 在那个时候的政治气氛底下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所以呢 他的名字就不能出现在各大的出版品里面 对 于是李太祥就只好自己这个刮带了 侯德剑的名字 挂上了自己的名字 但是这首歌的作词其实是侯德剑 侯德剑的词写的真好 这歌实在是太美了 美到无法形容的美 这个 虽然里面还有很多很美的歌曲 但是可能这个艺术歌曲感更重 像是《菊探》 那个是 金献菊 对 那个真的是 另外一个世界的花朵 那真的是另外一个世界的花朵 但是又不得不说 因为奇遇 所以我们这些听众 才有办法这么轻松的去接近李太祥的作品 对 没错 我很难想像有其他的歌手 可以把李太祥的作品 诠释的这么完美 但是又可以接近听众 我觉得就是奇遇的本事 跟音音姐一样 女神级的人物 接下来的这位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正式成为女神的 摇滚女神 第四位入围的女歌手 苏瑞 专辑 当然就是搭错车的电影原生带 遇到我 遇到我 不远向前的过去 流向天际 遇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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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生命 遇到我 当一年改变 如果演绎 永远 1983年一鸣惊人的第一代表 我们真的就是非素芮不可吧 他肯定是引进了一个女性歌手的一个新的风格 你看他同时具有摇滚的帅性 还有灵魂的深度的唱腔 跟他的前辈 像凤飞飞 邓丽君 珍妮 或者是刚刚我们介绍的奇遇 其实那个路线都是完全不一样 在当时绝对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然后再加上搭错车原声带领 你看他的歌曲跟他的演唱 配合之下的张力 真的是无论你何时听 都能够感受到那个震撼的感觉 像一样的愿光 挥派 摇滚的气势 那抒情歌 我们现在介绍的这首辫 真的就是一首非常完美 非常有层次的一首歌曲 我们真的能够听到 他在抒情歌里面 感觉就是把自己的情感 掏空那个声嘶力竭 我想当年应该没有像他 这样子唱歌的女歌手吧 没有 我觉得他每一首歌都唱得好完美 他这样专辑里面 每一首歌都唱得好完美 其实这张专辑 当初是歌写好了 当初是歌写好 他们在找一个人来唱 他完美地诠释了 这个电影跟原声带里面 角色该有的情绪 其实老实讲 我一直没有把搭错车 视为苏睿的真正的第一张 完整的个人专辑 我会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像是 很大胆的极度成功的 出道的尝试作品 但是这个尝试非常非常的成功 如果我要用一种珠宝来形容 苏睿在搭错车原声带里面的感觉的话 那一定是钻石 因为他无肩不垂 但是绝对不是什么钻石手链 钻石耳环 而是香钻的墨镜 香钻的皮衣 香钻的手套 因为只有这个样子 你才会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闪亮的摇滚巨星 是不是就是苏睿的感觉 黑色旋风 对 他的确是钻石 他怎么可能会去戴 钻石项链呢 他是直接镶在墨镜上 对不对 镶在皮衣上的 你无法忽略这个声音 绝对是1983年 无法忽略的声音 接下来这个声音 也是无法忽略了 整个80年代 几乎每一年 你都会听到他的 经典作品的诞生 是 这么厉害的歌手是谁 第五位 如果1983年 有进取奖 最佳女歌手入围 潘岳云 专辑 无言的歌 是否与我同心 与我共度那未完成的梦 天际火过的流星 已经消失在夜空中 当我再度唱起那一首 无言的歌 是否与我同心 安抚我胸中昨日的穿透 莫忍会说或许 火凉一尘了百年神 当我再度唱起那一首 无言的歌 无言的歌是阿潘的第四张专辑 其实同一年 他还发了另外一张专辑 叫做《烟之北投》 但是比起《烟之北投》 无言的歌 无论是在曲风或是唱腔上 他都比较收敛了 我觉得整张专辑 我会用两个字来做总结 就是柔美 他整个歌曲有清散文的柔美 而阿潘的声音 也都是很恰好的 去表现他声音里面 那个最温柔的一块 去表现他声音里面 那个柔美 你看他把《西风》的话 这首歌保留了真 而且又加上他专属的七美 非常好听啊 《爱的真言》这首歌 我们刚刚介绍过的 最佳歌曲的入眉 真是美丽至极 《雨夜一行》 我好喜欢 还有我们曾经介绍过的 《思法歌》天空依然下着 每首歌都是非常有画面的歌曲 整张专辑我觉得听起来 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 如果要用一个珠宝 来形容阿潘的话 在《无言的歌》上专辑的阿潘 对我来讲就是珊瑚 我们不鼓励购买珊瑚 因为这个珊瑚是海洋生态圈的活化石 大家不要去买它 欣赏它就好 但是我真的觉得 我完全可以想象 阿潘唱《无言的歌》的时候 带了一个珊瑚耳环 而且这个珊瑚耳环 还不是切割过 它直接一整齣就带在它的耳朵上 我觉得只有阿潘会做这样的事情 珊瑚它是生物哦 对 它是动物哦 它是动物 阿潘的歌声中 一直都有一个动的成分在里面 即使它是唱抒情的歌曲 你都可以感受到 那个强大的生命力 它一直都是可以把歌曲唱活的 一个非常专业的歌手 我已经很多次的觉得 它的歌声的专业度是非常惊人的 所以我们常常会入围 阿潘在对下你的歌手 无法忽略它在歌曲中的表现 它可以把西风的画 唱得就像是 真的有一个女子在你耳边 它要送给你一份成长的温暖 去年的一场电影 《天空依然下着雨》 还有这个标题曲《无言的歌》 它透过了电影《雨水》 浓烈的情感 非常美丽地交给了大家 我真的觉得非常美丽的一张专辑 非常棒的《无言的歌》 潘岳于 第六位入围最佳女歌手的 讲到了80年代 你无论如何必须要讲到它 票房保证 而且它那一年又推出了一首 这么温暖动人的歌曲 第六位入围最佳女歌手的 凤飞飞专辑出爱的人 我也知道你不会把我来忘 我也知道你会把我来想象 我们刚刚介绍的奇遇的 你是我所有的回忆 如果是属于艺术的天平的那一头 那么凤姐的出爱的人 就是走清宁的那个短点 我觉得听凤飞飞哈的专辑 有一个其他的歌手 都难以匹敌的一个亲密度 她的歌曲 她的唱强里面 都有一个亲和的感觉 那个亲和感觉还是太耀眼 就很像是一道难以躲避的一个光芒 那个光芒照耀她的歌迷 出爱的人 这一张专辑也是这样子的作品 她的每一首歌都有一个 我好想认识你 我好想接近你 我们来沟通吧 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就是非常的亲密 你看标题曲出爱的人 她是带着那种共感的同情心 还有像哈喽这首歌 就是很阳光很可亲的 另外一首像 杨派的中国男孩 她也是在讲交流这件事情 就这是一张可以很轻松听的唱片 而且一听 你就能够感受到 凤飞飞她歌曲里面的美好的 那一面的专辑 对 不要忘了 这张专辑里面还有一首 卖座歌曲好好把握 我觉得就是你讲 也是有交流的感觉 这张专辑是这个 马兆俊跟凤飞飞的合作 童安格啦 曹俊宏都有参与这个词曲 我觉得凤姐从这个阶段开始 很大量在吸纳新的音乐人进来 加强她在这个专辑上的表现 这首出爱的人标题曲 我觉得你刚刚讲到发光 那个光芒 会让我想到这个金光闪闪 因为我想到的这个凤姐 如果是珠宝 在这张专辑里面的珠宝的话 我想到就是金链子 或者是金戒指 或者是金手环 为什么都是金呢 因为那个年代 所有人要出外打拼的时候 老人家如果稍微条件好一点 都会想办法塞一点金饰给你 为什么呢 因为金黄金很保值 你有急难的时候 可以拿出来用 所以金 金饰代表的其实是巨大的祝福 所以常常小朋友满月的时候 小婴儿满月的时候我们会打那个链子给他 就是祝福他能够好好长大 我觉得我一直从凤姐的歌声里面听到的 就是那个满满的祝福 那个温暖 他这个无与伦比的歌唱技巧 把这首歌唱得完全唱到大家心里面 他的成名座祝你幸福 一直到了这首出爱的人 那个祝福又到了另外一个层次了 他把所有出爱的人成为了他的朋友 他在跟你诉说 在鼓励你 这真的是非常温暖 非常有代表性的 一张专辑 以及凤姐的演唱 没错 接下来咧 最后一位 如为 如果1983年有金曲奖 最佳女歌手的 讲到凤飞飞 你可能会想到的是珍妮 好好对 好好对 我们知道 但是珍妮那个时候 已经去香港发展 香港了 所以如果没有珍妮姐姐 你还会想到谁 一定是她了吧 代表那个年代很重要的女歌手 邓丽君 专辑 淡淡悠情 今天我们来介绍这张专辑里面 最有名的一首歌 但愿人长久 明月几时有 花旧闻青天 不知天生孤绝 今夕时和年 我愈成风归去 未空泉楼鱼鱼 高处不胜寒 岂无浓轻衣 川阳达 和西肯朝北 沙 flolen 不应有恨和时常相别是缘 Teresa 10 Teresa的声音有多甜美有多迷人 我觉得不应该我在锦上添花 但是在《淡淡悠景》这张专辑 它是古诗词谱上流行歌曲的概念专辑 我觉得听了出来 它非常的战战兢兢 它是带着非常深的敬意去诠释每一首歌曲 我觉得它在诠释歌曲的时候特别小心 这一份小心是转化成了这张专辑的Vocal 更为精致 更为细腻 它把每一个古诗的字句都先熟悉了 先内化了 体会了 再唱出来 我觉得它一定知道说这些古诗词跟当代观众它的距离 但是它用它的歌声去缩短那个剧 只要用心听一定可以听得出来 邓丽君在这张专辑它的用心 它想要用歌声去传达这样子的心意 没错 但在用心这张专辑我认为是邓丽君歌唱生涯 最有代表性的一张华语作品 除了他这个承仙启后的这个野心 把这些古诗词跟新音乐人写的曲的结合之外 这也是邓丽君第一次自己全程参与唱片企划 讲到这个事情你必须要提到一个背景 就是邓丽君其实在70年代的末期 已经去日本发展了发展得很好 但是因为1979护照风波 这个故事有点长 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Google一下 对他因为护照风波就被日本判处了 一年不得再入境 这个日本人对这种事情很在意 所以在日本人的心目中 其实Teresa那个时候是闹了丑闻 所以他有一段时间在80年代初期 他停止了去日本发展 想这个等这个事件的风波过去 所以的确那段时间他会比较多的时间 可以花时间在华语的专辑的作品上面 我觉得也因为有这个背景 他就有了这个时间来做这张淡淡幽情专辑 我觉得真的不能说是因祸得福 但的确如果那个时候他还继续在日本发展 可能他就没有心力来做这张专辑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专辑本身的价值 跟邓丽君的价值是加成在一起的 像我们介绍过 但人长久之首歌 在这个秋天的歌那一集介绍 因为他是充满了秋天的感觉 对月亮诉说 蚯蚓浓浓的感觉 如果今天我要用珠宝来形容 淡淡幽情里面的邓丽君的话 他就是玉琢 对跟我想的一样 是哦 因为以前我们小时候 妈妈们都很喜欢戴玉琢 你有沒有发现 对 是啊 现在越来越少了 我觉得真的有一点像是邓丽君留给我们的感觉 像他这样的歌手现在没有了啦 现在没有了 但是又没有人比他更适合用玉的温润来形容 你戴在身上可以感受到那一份温润的感觉 就是邓丽君留给大家的感觉 以后不会再有了 但是就是邓丽君留给我们像玉琢一般的感觉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集 为大家揭晓 如果1983年有金曲奖入围的七位女歌手 以及十首年度歌曲 真的盘点下来真的是首首精彩 而且每一位女歌手都是经典到不行 1983年也是非常精彩的印象 非常精彩的印象 刚刚一直强调后明歌时代 你看各门各派的人都出来了 夜市走唱派 明歌大将转型派 还有这个像邓丽君凤飞飞 这样的已经成名的大歌星 都有很好的作品出来 非常的精彩 我们会把得奖名单 留到下集结束之后的会员集数里面 跟大家一起揭晓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听完下集之后 注意一下 我们在这个脸书发布的消息 我们也会一样会开放一段时间 让这个非会员的朋友 也可以来听听看 我们如何讨论得奖名单 那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时间 又不是会员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我们也会在脸书专页上 把我们的这个评选过程 跟这个评选结果 勾告给大家 有没有很贴心 很棒 怎样都可以知道 我们最后的决定 是什么 不过还是老话一句 入围名单 比较重要 是我们真心想推荐的歌单 得奖名单 是趣味 大家不要这么的认真 轻松看待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 还在听 进去讲马拉松 下个礼拜 我们就会更新下集了 现在是单周根 也不是双周根 大家不要急 那我们就下一集 1983年 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感谢收听还在听podcast 对节目有任何意见 或是有想听的主题 都欢迎来还在听脸书专页 或是firststory的留言区 留言分享给我们 这一集介绍到的歌曲 都会制作成YouTube歌单 放在我们的资讯卡里面 当然我们更推荐去 各大串流平台付费收听 享有更好的聆听品质哦 音乐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